刚才我们是说到了这个操作属性的几乎都是所有的方法,是吧? 那么方法的话,记得这几点,是吧?记得这几点,然后是 变量的话,用这个中括号,是吧?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解决 元素标签里面的属性,是吧?标签里面可以写的属性 还有一个属性是什么呢?就是标签里面包裹的内容 用这个属性来解决,是不是这样的啊?可以改变这些东西啊,改变这些东西 好,那么今天我们来想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改变这些东西怎么样? 是不是一开始就改变了,是吧?一开始就改变了 这个改变是不是没什么意义啊,是吧?我还不说一开始把它写成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啊? 是吧?我是不是可以控制一下,是吧?比如说我点一个按钮或干嘛的 让它控制的时候才变,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不是才有效果啊? 一开始变的话,我一开始把它写成那样就完了嘛,是吧? 你把一个文字变成三十,我一开始把它写成三十不就完了吗? 是这样的啊?是没什么意义啊,是吧? 好,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可控制的一个程序 程序才还有效果吧,是吧?才有用,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呢?就要学校用到什么呢? 就要用到这个函数,函数,是吧? 函数的话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什么样? 可以写,是吧?写一块代码,先把它放在那里,先不执行,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调用它的时候,它才执行,是吧? 就是来控制它,什么时候调用它,它才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把一个文字变大,是吧?先不变大,我控制它,执行的时候,它才去把文字变大,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就是可以用,需要用到什么?函数,是吧? 那么函数的话怎么样呢?它就是什么? 就是重复执行的代码片吧,重复执行的代码片啊 这个代码片的话怎么样?我不调用它,它就没作用,是吧? 我调用它的时候,它怎么样?才有作用吧? 这就是关于函数啊 那么函数首先是什么呢?先是有一个定义吧,然后再次一个执行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啊 好,那么的话,先来看一下,比如说还是哪一个DIV吧,是吧? 这个是警号DIV,是吧? 啊,警号DIV1,啊,这样一个DIV,是吧? 这个DIV会伴随我们很很久的啊 我们一直会用它啊 这个,这个,这个DIV太好了啊 好,这是 这是,这是,啊 这是一个DIV啊,元素,是吧? 好,还是这个DIV啊 好,然后的话怎么样呢?我来看一下啊 来这个写这个Squire标签啊 好,接着的话我们来定义函数啊 定义函数干嘛呢? 来动态的来改变它,是这样的啊 好,函数是怎么定义的呢?是吧? 函数啊,定义函数的话 那么里面这个Python里面是什么? 用DEF吧,是吧? 用这个是吧? 那么,加法Squire里面用什么呢? 用Function啊 Function来定义函数啊 就是关键字不一样吗? 定义的方法是一样的啊 Function,比如说我定义这个,定义一个函数啊 定义函数啊,这个函数干嘛呢? 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函数吧 比如说是改变它的这个什么东西,是吧? 改变它什么东西啊? 好,比如说来一个这个函数啊 函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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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的话一般怎么样呢? 建议大家什么? 加一个什么? FN吧,是吧? FN啊 在这个名称里面加个FN 是吧? 然后再写一个陀峰式的这种 是吧? 好,那么怎么命呢? 就是先写一个FN吧 然后再拿一个欠几 是吧? 欠几 好 欠几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一个小括号吧 一个小括号啊 那么的话 接着是什么呢? 再一个花括号啊 花括号的话 那么这个花括号里面 就把这个要执行的语句 写在里面 就是定义函数 是吧? 好,这个定义函数怎么样呢? 那么怎么样 就是啊 我们在这里啊 在这里什么呢? 就不用写什么 就是 就是这个什么 Python里面怎么样 要是什么 要有缩净吧 是吧? 我们的话可以 不写缩净 可以 在这里直接写也可以 在这里直接写 比如吧 一个ODIV 是吧 ODIV DIV 等于一个什么东西 是吧? 好,这么写吧 是吧 那么这么写的话 实际上是不好看吧 是吧? 我们缩净啊 这个时候缩净实际上是为了好看而已 就是你缩不缩净都没事 缩净只是为了好看 它没有什么缩净不缩净的啊 就这样子 因为它怎么 它这里面的语句是被这个什么 括号给包起来的吧 所以说它会区分 这个里面的语句是什么 是这个括号里面的语句 它才属于它 有没有,是吧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缩净的啊 缩净只是为了这个代码方面观看啊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先来看一下啊 好,假如说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先用一个 先定一个简单的函数吧 简单函数怎么样 这个函数先不操作这个什么呢 样式啊 先不操作这个div啊 我们来操作假设 再来一个假设 就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 呃 alert一个什么东西吧 是吧 alert啊 alert一个什么呢 alert一个什么呢 什么hello world 是不是可以啊 hello world啊 hello world啊 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函数吧 是吧 这函数干嘛呢 它就是什么呢 hello world是吧 hello world啊 好,弹住一个hello world 好,那么弹着一个hello world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一下 来运行一下 是吧 运一下啊 运一下之后怎么样 这个hello world是不是没弹出来啊 没弹出来是吧 没弹出来是吧 没弹出来的原因是怎么样呢 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没有调用它吧 是吧 好 调用它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 拿一个什么呢 调用是吧 fn什么 圈景 然后怎么样 加个小货号吧 这个是不是调用啊 是吧 调用它啊 这是调用啊 好 调用完之后再来看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 那么这是不是调用呢 好 调用啊 好 那么你这么调用好像也是一开始就执行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还是没什么意思吧 没什么意思是吧 一开始就执行它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在其他地方调用它吧 是吧 想要点调用它啊 好 假设说我这个调用啊 我可以怎么调用呢 好 那么这个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正面写啊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 myalert吧 fn my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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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的这个anert的一个东西啊 把名字稍微改一下啊 这个没什么事啊 好 那么的话 我现在是什么呢 想控制的调用它是吧 想控制调用它 控制调用它怎么调用呢 我这个地方我不这么调用啊 怎么调用呢 假如说我想怎么样呢 就是我点这个div的时候 我才来执行这个函数 是吧 想点这个div的时候来执行这个函数 那么怎么怎么写呢 就这么写啊 这里面拿一个onclick是吧 onclick啊 onclick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函数名称啊 等于这个函数名称 比如说等于一个什么呢 fn 是吧 myalert 是吧 myalert 好 那么写完之后是吧 那么还怎么样呢 还需要加一个小括号 记得啊 加个小括号 是吧 好 这么写完之后再来看一下 好 我再运行一下这个页面啊 好 刷新一下啊 刷新又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啊 点一下这个它是吧 点它吧 好点它 是不是弹出啊 这是不是可控制的啊 是吧 好点一下它啊 可控制的啊 好 这个是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就是可控制的 函数的执行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假设说这是这个div是吧 这个div啊 好 这个div的话只是弹出一个东西啊 好 我们刚才的还是要做我们刚才的事情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 改变这个div的这个这个元素的一些东西吧 是吧 好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再定一个函数啊 再定一个函数 比如说再来定一个function啊 来定我们刚才的那个fnchange吧 change啊 好 change 好fnchange啊 fnchange的话 拿一个小括号 再拿一个花括号吧 是吧 花号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啊 这个时候我们先什么呢 要改变它吧 改变它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啊 需要哪一个先把它 先要获取到它吧 获取到它啊 一样的啊 获取它的话怎么样呢 先定一个 挖一个div是吧 等于一个document啊 document 点getelement 是吧 element by by啊 好 id是吧 id啊 好 先获取到这个div是吧 好 这个div呢 就是div1吧 div1啊 div1 好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啊怎么样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 就是odiv是吧 好 改变一下它的怎么 这个一些样式吧 比如odiv它的时代 点什么呢 点color是吧 点color啊 COL啊 啊 color等于个什么呢 等于个red吧 等于个red啊 好 然后的话odiv啊 它的什么呢 是代点什么呢 风的size吧 风的size啊 好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什么 30px吧 好 好 这样定义完一个函数的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函数如果不执行怎么样 是不是也是没有效果啊 没效果啊 好 那么的话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div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 它就做了这件事情啊 是吧 好 假如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可 是不是可以弄一个按钮啊 来控制这个div啊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写一个按钮 比如说写一个input 是吧 input type等于什么呢 botton b-u-t-t-o-n botton 然后的话怎么样 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可以什么 这个value就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按钮上的这个什么 文字吧 比如说这个是 改变div啊 改变 div 是不是这样的啊 改变div啊 好 那么的话 把这个按钮和这个函数进行关联 是吧 怎么写呢 就拿一个什么呢 onclick吧 一样的啊 好 onclick啊 onclick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函数吧 fn-q fn-q 好 fn-q 是吧 fn-q 然后拿一个小货号 是吧 好 这个时候写完之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看这个效果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个div啊 这个div就是我点它会弹出一个这个 是吧 那么我点这个div是干嘛呢 它会改变它的文字颜色和大小吧 是吧 我点一下是吧 是不是变了 都变了啊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可控制性的什么 函数吧 是吧 函数啊 好 好 关于这个函数啊 那么这个是 函数的定义 是吧 这是如果是想执行的话 那么就是 函数执行啊 这个是 函数执行啊 好 函数执行是吧 函数执行是吧 函数执行的话 那么来一个 咱们写一下吧 这个是 fn my alert 是吧 rt啊 好 这样子执行是吧 函数执行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也是执行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什么 把这个函数放到什么呢 这个标签上面的一个属性上面 是这样的啊 然后的话点击的话怎么样 再来调用这个函数啊 这个意思啊 好 这是关于两种啊 刚才这种词嘛 直接执行是没意义的是吧 直接执行没意义 还不如直接写在这段代码是吧 那么是什么呢 是一个可控制性的执行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函数啊 函数的调用和执行啊 好 是不是 没问题 遮探 对 我很